臭宝的杜鹃养得不挖菜了 去给咱了 咱继续挑战 臭宝们寄什么花 就帮它救活什么花 现在天气热 很多的臭宝 那些个去年落下的冰根 都在夏天集中爆发了 各种花各种嘎 内蒙的臭宝 这杜鹃嘎了呀花友 好了 我认真检查一下 箱子里面没有其他的东西 我首先我颠了一下 这杜鹃特别沉 打开 好像我昨天直播的时候 给花友们带过一嘴 就说过别用泥土养杜鹃 别用泥土养杜鹃 然后这个花友 就是没往心里听 你看 跟花友们说过 不知道多少次 就是来的时候 尽量的你们养花的时候 露出来表面的根性 这个花友这是换了三遍土了 第一遍你看他用的沙子 这种沙子应该是从网上去买的 然后呢 第二遍他又用了这个营养土 结果呢就是特别闷 整个的杜鹃根系都被闷了 你看到了吗 不应该这样子的花友 这就是水大 积水恶根啊 杜鹃现在很少有这种沙土的呀 特别少啊 其实杜鹃生命力是很强大的 为什么花友们养不好主要是什么呢 这个根看到了吗 这叫毛细根须 都不叫根细了 叫根须 就特别的害怕积水恶根 懂这个点吗 初保 一定要保持它的排水和透气性 有的话说这种还能救吗 基本上是救不活了 已经嘎了 但是还没死透的样子 应该是可以救一救的 那咱们就进人室听天命啊 这位花友反正是养的时间应该不短了 自从换到这个营养土里面以后 估计就是有点闷根了 很多的话我理解不了 其实这种上面都是干死的 下面烂根了 它就不吸水了 导致干死了 明白了吗 初保 你说话说老花你在干嘛 这是 你看它原本这么小的盆 它应该换过 换过一次盆又换过一次盆 如果说这么小的盆 换盆的话 最多换这么大的知道吗 循序渐进的来 不要贪大 小盆养花 大盆是养王八的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 下狠手啊 把那些根全部给它捞一捞 只留以前的那些个主根 然后呢咱们再重新入盆 能活就活 不能活就没办法 这个花友埋得也很深 都到这里了 总体来说就是把根给蒙了 最害怕的 杜鹃最害怕的就是蒙根 第二害怕的就是 空气太干 不要用太大的花盆了 突然之间看到花儿媒 这些花都长得真好 该给它们往回寄了 处理完以后呢 用小盆啊 花友 我估计你那盆里用的 比我这个大太多了 不要埋得太深 边上敷一点土就够了 有话说能活吗 真够呛了 真活不了了 估计根都烂到骨髓了 给花儿媒说过 无数次他就是不听 你说你买个花博士的盆 它真不贵 你再买包老花衣的土 它也不贵 为啥呢 我就想不明白 为啥为啥 你的盆花 怎么到底比这些个土和盆贵吧 不过这边水还是要浇透的 用点杀菌药 这个时候配药 由于给花儿媒旧花比较多 我用的是小黄二号 它是一个复配的杀菌药 有的话 我嫌那个厄梅林贵吗 不是 问我有没有便宜的 这个可以替代 因为它有两种药物成分 复配起来的 再加点生理液 给它提供一点营养 这个不是激素 会玩的 养花又会玩 省心又省钱 就这个 我现在也是大瓶大瓶的上 不要用肥料 不要用任何的肥料 搅拌一下 这边水给它浇透 有的话我会问了 你看你来的时候 它那个都已经很湿了 为什么还要浇一遍水 这个没办法 那你也得浇 你看这个通年草长的 都跑了 这个根都长地上 都跑了 进人室听天命 没办法 爱活不活 只能尽自己最大努力了 别的办法没有 好了希望这位花耳的花 早日康复 希望大家也能学到点东西 用花盆一定要排水透气的 包括土也是 尤其是杜鹃这种东西 它毛细根细怕烂 你看咱们用老花衣的盆和土 种的一些东西 你看 这个是八块钱的烧药 这十几块钱的风雨兰 你看包括这个通天草 还有这杜鹃 长得都很棒 你的话说 你养的这个杜鹃也落叶子 这个杜鹃之前的时候 我们在花耳们有没有看 就颜色 这个叶片的颜色不是发黑发鹤了吗 我打过一次杀菌药 好很多了 你看到没 它又开始开花了 其实就是有病了之前 可能这位花耳也之前遇到过类似 他不懂 咱们就是排水透气 你看马上开花了 十几块钱买的 这不越长越好吗 包括花耳们养的很多花 尤其是那个制止花 都要嗝了 看这个来钱的时候都死了 都快死了 这不给油给它救活了 好了 别的没啥了 觉得不错 你也点赞一下 鸡羊的车包来 去后来 羊死不肥 快点肥自己出 不是老花一 羊花最软一 白了车包